嗨,大家好,我是劉奶爸 在生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个网站里面呢 我们主要贩售的商品就是这些 Weberly的网站架设DVD 还有15个SEO网页优化密集的DVD 还有利用Google的部落格打造官方网站的DVD的教材 那之后呢,还会陆续增加 不仅是网络行销的教材 还有其他生活各种领域方面的教材 那首先呢,如果我们要把它加入网络行销的联盟 加入联盟行销主要的目的就是 可以当做经销商来贩售这些商品 那经销商的权限呢,有分等级 比如说您从来没有买过我们的商品 那您的佣金比例会比较低 那如果是购买过我们的商品的同学朋友 那你们的佣金比例会高达30% 40%甚至到50% 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要怎么样加入联盟行销 在右下角有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呢,如果您还没有注册过的话 这是一个申请表单 Affiliate Login 你可以在这边按下Affiliate Signup Signup就是注册 点击注册之后呢,这边会有一个欢迎页 它告诉我们怎么样贩售我们的商品 然后如果您还没有注册过 请按这个Signup就是去注册 那注册的时候呢 这边有几个新号的必填栏位 您就可以填写 您的名称 比如说我的名字 然后这边非必填栏位呢 可填可不填 email呢,填写您可以收到的email 然后呢,PayPal的email address这个很重要 如果大家都还没有申请过PayPal的话呢 请您去申请一个PayPal的email 那注册PayPal的会员呢 将来您的佣金 我们会使用PayPal的方式 把佣金拨给您的PayPal账户 所以您一定要有一个PayPal账号哦 然后呢,底下这个地址 因为我们都是数位教材 所以我们在拨佣金的时候 我们会直接入账到您的PayPal账号 所以这些地址目前是不需要的 然后国家选择台湾 按一个T 台湾跑在这里 然后手机呢,请您留一下 留一下您的手机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跟您联系 然后呢,您的账号 检查一下这个账号有没有人重复 按一下这里 Check Available 哦,这边有显示出来 Available 就是可以使用的 那如果 如果您的账号 按一下它显示 Not Available 就表示有人跟您重复了 请您修改一下 更改一个账号 那我这边呢,故意用一个 没申请过的账号 没申请过的账号 Available 通过 通过 密码呢,请您 请您 至少超过五个字元 这边有 最少五个字元 按注册 好,OK 然后它会说 您的注册已经完成了 有一封 email 已经 寄送到 您的信箱 然后不要忘记去检查一下 您的 span folder 就是您的垃圾邮件 垃圾邮件的信件夹 然后你可以从这边登录了 那是一封欢迎信件 并不是确认信件 那 如果收到那封信件的话 就算没收到也没关系 直接在这边就可以登录了 好,那我现在登录给各位看一下 好,登录,login 这时候你会看到登录的首页 好,首页长这个样子 那目前都是英文画面 因为我翻译过中文 可是中文档案上传上去怪怪的 所以我还是把它恢复成英文界面 不过没有关系 这英文字不多 所以我大概在这边讲解一下 这是首页 目前看到的首页 那这边告诉你说 欢迎你 这是你的账号 然后您的ID 这是您的ID 在这里 然后呢 他告诉你 告诉你说 您的那个联盟行销 的预设网址是这个 最简单的 也就是说 我帮您定义在这个网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点一下看一下 OK 然后你会看到 这个网址目前是落在商品介绍这一页 商品介绍这一页 目前总共有三个光碟片 三项光碟片 那您的客户 您的朋友 只要 依照这个网址 然后后面有带这个 AP底线ID等于 后面这个是您的ID 这是您的ID 那只要您的朋友 用这一串网址 进来的时候 会保留一年的记录 Cookie 会保留一年的记录 也就是说 将来在一年之内 如果他之后再来这个网站 假设他不是用这一串ID进来也没有关系 假设他只是这样子进来 直接打这个网址进来 他还是会保留您的那个ID 联盟行销的ID 也就是说这一年之内 他在这边产生的消费 都会拨佣金到您的户头里面去 OK 那那一串 我们再到后台看一下 这一串呢 将来你们就可以把它散播在 任何可以曝光的地方 那人家点进去之后呢 这一年之内 365天之内都有效 他只要在这个网站购买的话 您都可以获得佣金 那底下这边有些统计数据 就是Totoclix 就是所有的点击有几个 有几次 然后呢 Commission Level 就是佣金的发放比例 那这个账号呢 目前有40%的发放比例 然后第二页 我们来看一下 Edit Profile 就是编辑您自己的个人 个人资料 这个Password 您可以自己再去修改 那留空白呢 就是不改变 那其他呢 你可以去修改您其他的 比如说您的email address 或者是您的PayPal的email address 所以如果您还没有申请PayPal的话呢 您可以事后再进来修改 这个PayPal的address 那您可以先注册 没有关系 那这边修改完之后呢 按update 就去更新您的个人资料 那第三个呢 referrals 这个就是说 您的曝光出去的这个网址 被点几下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比如说这个网址在这里 这一页 人家是从这一页点击进来的 或者是人家是 你的访客是从这一页点击进来的 或者是从这一页点击进来的 你自己在登录后台的时候 你都可以看得到 你目前曝光出去的网址 是不是有人点击进来 从这一页就可以看得到 然后这边是 可以选择日期的区间 可以选择日期区间 然后显示 OK 那这个sales呢 这个sales指的就是 你真正有卖出去的 成交的 刚刚这个referrals 只是有人点进来 那是不是成交 可以在sales这页看到 也可以点击日期来选择 那目前呢 这个账号没有成交 所以这边会写0块 0元新台币 0元 no sales no sales 那payment history的意思就是 付款的历史记录 也就是说如果成交之后 那我这边每隔半个月 每个月的15号跟每个月的30 30号或31号 月底 月中跟月底 分两次发放佣金 所以您可以在这边按下payment history 就可以看到 您是不是可以 您是不是已经 收到佣金了 那 第一步要做的呢 你登录这边第一步要做的 其实是这个 ADS 好 这边是去获得 这个 网站的产品的广告 广告的HTML的原始码 那 譬如说 我要 我点一下这个大图 我会发现 这个图的宽度是这样 其实这个宽度是300pixel 300pixel 这个也是300pixel 这个也是300pixel 那 您可以怎么使用呢 譬如说 我要把这个商品 直接放在我的 例如 开一下我的blog 给大家看一下 好 像这样子 右边有一个图块 免租金免年费 然后 人家点击的时候 就会连线到这一页 购买页 好 那这个广告怎么做呢 很简单 这个广告怎么做 很简单 你就进来之后 这个ADS 这个广告区 然后去取得 比如说 这个 这个项目 好 这个是目前卖最好的 那我就把这一整串 全部选取 然后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 好 您可以看到 这个网址 后面会带你的ID 这个是您的ID 好 这是我的啦 你们自己申请的话 这边会秀住 你们自己ID 好观察一下 然后把这一整串 HTML的原始码 贴到你的部落格 HTML的区块就可以了 那假设您有看过这一片光碟片的话 里面有教您怎么样去新增 右边的HTML区块 我们可以马上示范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好 比如说这个林友田博士的网站 我想要像类似这样子 把他摆在右边 把他摆在右边的区块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可以先登录我的部落格 后台 然后我要在版面设置的地方 版面设置的地方 右边 比如说我要放在右边 右边放这里好了 新增小工具 然后我选择 这个HTML 按一下 好 然后我把它贴上 利用Google打造官方网站 这个标题 然后把这个 刚刚的HTML原始码贴上去 储存 好 然后 跑来这里了 OK 我们看一下 按一下储存排列方式 然后再去检视一下网址 刚刚好像是在右边的下面 跑出来了 利用Google 部落格打造官方网站 跑出来了 然后 你会发现 你看一下左下角 左下角这个连结 看一下 是不是最后面有显示DAMON1688 就是我的ID 那您的ID 就会显示您的ID 然后我们点击这张图片 点下去 有没有 就连结到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 然后后面会带DAMON1688 那 您用这个方式 曝光您的广告 把它放在您的部落格 或放在其他网站上 那只要有访客点击的话 连到我们的网站来购买 这一张DVD的时候 那 您这边 就会获得佣金 就会获得佣金 那我们的 方式呢 是使用PayPal刷卡 PayPal刷卡 它就会自动去记录 自动去计算您的佣金 好 这个就是联盟行销 申请 跟那个贴广告的方法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按这个contact 直接写信跟我们联络 我这边就会收到信件 那这个就是整个联盟行销的后台使用方式 很简单吧 好 我们再回到前台来看一下 要申请的话 直接在右下角这边 因为我现在已经登录了 所以它会秀出我目前的登录帐 Statement1688 那如果我们要登出的话呢 在最右边有个Lockout 如果你们的萤幕比较小 比如说Lockout不见了 会在这下面 萤幕比较小的话 一般Lockout在最右边 然后按下Lockout就登出了 就登出了 那您会在网站这边 你refresh一下 你会发现这边又跑出这个登录页面了 那下次呢 您只要直接在网站右下角 这边直接按 直接输入您的账号密码 联盟行销账号密码 然后Login就可以直接到后台去了 就可以直接到后台的首页 OK 这个就是整个申请联盟行销的方法 还有把您的广告贴到您的Blog的方法 那假设您觉得说 这样子 您没有自己的Blog也没关系 比如说你只要发放Email的话 您可以到首页来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您的连结 那您只要把这段连结贴在Email里面 那人家点击这个连结的时候呢 他就会跑到这一页来 那不管他买哪一张光点呢 都会拨佣金到您的户头里面去哦 都会拨佣金到您的户头里面去哦 好 1000 5 真的 6 2 9 5